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 将扩大基础建设 页岩油开发 台塑集团首度公布旗下 台塑美国德州厂三期扩建案 其他项目计划2018年全部开出 过去年创约893亿元台币产值 美国联总会升息一马之后 香港金管局 波湾 五国都跟进调生一马 英国 南韩 瑞士 挪威 印尼 则是按兵不动 台湾央行下周是否会跟进升息 受到关注 85岁的媒体大亨 梅多创办21世纪福斯公司 确定隐形台币4750亿元 并购英国最大收费电视台 天空广播集团 梅多已经拥有英国太阳报和泰晤士报 这也引起英国政党质疑 过度控制传媒 脸书说将会与全球性查核事实机构合作 测试举报系统 用户如果怀疑看到的是假新闻 只要点一下就可以举发 脸书说引发正义的新闻 也可能会在动态消息中排序较低 新唐人亚太电视中排序达 新唐人亚太电视中排序达 是GNoH太电视中排序达